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炳宏现在变成一个公众人物 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一张话 在2017年6月19日晚上 经过很多轮的激烈的争夺以后 成交价3.45亿元 成为轰动天下的一个新闻 对黄炳宏先生这样的笔墨 在美术界、在收藏界 新生了截然对立的评价和看法 有人认为这不得了 神乎其身 有人说这胡来嘛 这两个极端的对黄炳宏的评价 伴随着黄炳宏的一生 到今天还是这样 黄炳宏先生在画画的时候 就是在画太极 他的所有的局部、零件 都是一个一个的太极的变形 然后再咬合到一起 再组合成完整的画面 在这个完整的画面中间 他又通过画面的留白和持写的部分 再又形成一个环抱的一个太极 黄炳宏为什么留天留那么大 其实这个天就是他的太极中间的一半 然后在这个天里头 他提字 一般来说要提到那个位置上头 那个位置就是阴阳于中间那个眼睛 这个太极也是说明 中国绘画最后奥妙的一个根本 认真的去研究这一点 最后用自己的终身来实践这一点 也就是一个黄炳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